文书好会安慰人 那我刚才这个表现是什么呢 移了 好 我的清单之中直接点题 移了 我对自己也移了 我对法也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自己 我是疑惑 我不知道 我无名 不知嘛 对不对 不知就是移了 你想记住 那么还有呢 对法也移 明明知道因果因果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结一个 什么恶习气都没有的果 他总要有过程的 对吧 就连阿罗汉 他不是还有一些习气在吗 他也没有把全部的习气 都给搞完了 所以这块还是有移在 这我犯了 那么今天 来座的各位也都犯了 是 只有我犯了 哦 清单也犯了几次疑 好 那我们都忏悔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这个移啊 到底带给我们的事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关于移的果报 上一次咱们学到了 移它的果报 在世间混一堆的果报 上次咱们大家说了 都不愿意要 但是它就跟定了我们 那出世间果报呢 也是理想修行 就没有办法修下去 那我们先从世间果报这块开始 上次咱们说过了 如果疑 必然在世间混啊 深色就是枯萃 能看谁 这个人一出场 哦 一出场啊 你就看他的容颜 看他那个皮肤 没有光泽 再看他这个精净头 没啥精神 像这样的人 您就知道 这个人的疑心很大 不要不要 好 不要往后走啊 这个上次学过了 他又来了 再把他撵走啊 干的 那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果报呢 在世间混啊 福德不自在啊 入根暗顿 上次咱们也学过啊 所以咱们也把他赶走 太怕这种人是吧 他就有这种人了 他自己长得又干枯 都没有光泽 而且他整天一来一去 很可怕啊 福德也不自在 入根暗顿 你跟他说什么 他反应不过来 你怎么解释 也解释不清 因为他就坚定的 在疑那块出来 快走快走 好 再走快一点 坚定的 不要这个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减损福业 本来嘛 咱从出生到老啊 咱还能 有点福 结果呢 就总是减少福报 损害自己的福报 就搞得自己健康 也出问题呀 命运也出问题呀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 跟人交流也有问题呀 等等等等 这个也要快走 是吧 咱不能减损自己的福业 哪怕就一点点 咱也得保留 本来就少 再减下去 那还有吗 一个没福之人 人家说活得多痛苦呢 所以这个也要快点走 下面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在世间会 如果有这个疑心在 那你必然是 长于苦住 就像刚才啊 我一上来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疑 我就觉得我好苦 我觉得我这个人 不行了 我觉得我这个人 没办法混乱 我总觉得 我跟你们的差距 太遥远 你们那么高 我这么差 于是我呢 就总怕这个 过星期天 为什么呢 因为一过星期天 我就得出来 那我一出来 跟大家一比 哎 差的不是一顶半点 那怎么办呢 苦啊 但是又被逼得 没办法 还得上堂 人家说得多苦 所以每一次出来 就是出来以后 就这个 这里就很容易碎裂 哪里呢 就那小玻璃心 你想 它有一个裂缝 都会很苦 如果大家 我看到你们 那么高 我再想想 我那么差 我就很容易碎裂 你说得多苦 那么 总在移的时候 这样的人 那个小心脏 一直在破碎 一直在破碎 稍微看到别人脸色 不太好 移一下 他对我哪块不满意呢 好 碎一下 是吧 裂一下 好 今天我好像多嘴了 我好像说 子脸不好 好吧 那么我多了一下嘴 他会不会恨我一辈子呢 哎呀 这好苦啊 他要是恨我一辈子 听说呢 划得来 我又裂一下 又碎一下 所以啊 在移别人的同时 我自己内心呢 也总在碎裂 总是 常以苦助 因为我总在追我自己的 那个小 那个移 由移引发 胃没下垂 碎了 玻璃嘛 总在那里移 所以这块啊 如果大家不想常常跟这个苦在一起的时候 咱就不移了 移那个干什么 好 即便是我移的那一点 移对了 那移对了 我也碎裂 对不对 我移对了就证明了 哦 你会恨我一辈子 好 那我就开始痛苦 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 那一家人 你怎么能恨我一辈子呢 我也痛苦 对吧 我移对了 我也痛苦 然后 都也痛苦 那如果说我移错了呢 移错了 我误会你了 人本来是不会生气的 但是我却 不会的呀 因为我的移 我认为你一定会恨我一辈子 那我也是苦 我移错了也是苦 所以不管我移的是对还是错 我都会碎裂 都是苦 所以我们移它干什么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很苦 是吗 我说对了吧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恨我一辈子 那又怎么样 那样还是你苦 我们不用这个移 我们就不会痛苦 所以我们不会长有苦在 这块 咱把它想通了之后 咱才不移他们的 一对一错都对我无 没有法 没有利益 我干嘛要去搞那个 我有那个时间 我搞点快乐 不行吗 不移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因为毕竟很多时候 我们是移错的 为什么移错 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心 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究竟是怎么想 你有没有他心痛是吧 贪残了 贪费了 贪啥了 现在因贪还会引发疑 这疑也是苦的 所以为了 不让我们痛苦 我们把这个移扔了 再往下 我们看 还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行驰淹没 这个我们可以去参照大致论 行驰淹没 那么大家可以看 怎么就叫行驰淹没 比如说 我们常常说 赐车法要行起来 为什么防护服 对吧 因为现在疫情很紧张 那为了让我们躲避开这个疫情 咱们得把这个防护服穿上 好 那么我们要行四舍法六合径 那么要做是吧 好 还要迟 就是每天 那心里想的都是四舍法六合径 开口也是说 也是和 那么行为举止 也是我怎么样才能说话别人 怎么样才能维护跟别人和睦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言行举止 就每天都要在这方面去用功夫 那就叫行 那就叫驰 我拿着不放 可是呢 偏偏有遗在的时候啊 一定会把这个行和驰给淹没 淹没了就没了 就做不下去了 说谁呀 我 本来哦 大家看 想当年 我看他 很美 他看我很美 很帅 好 那我们就彼此在一起 非常幸福浪漫的 过着生活 可是呢 由于种种原因 起疑了 各位看看你们的家庭 那么起疑之后 老了都要闹 老了都要疑 那么老了呢 他也不想奢对方 也不想去跟你和睦相处下去 我们还是分道一 就因为一个疑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因为疑造成了多少次 就这样 走了 他说我没有走啊 我们还是一 我刚才掉线了是吧 现在我上来了吧 好的 好 谢谢 网络不稳定啊 搞得我也挺酷的 好 差回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在日常生活中 您看 就为了这个疑 我们搞了多久 搞了多少 但我们不只是说 真正分开了 那我们就是从内心深处 跟别人决裂的时候 跟别人决裂的时候 有多少 我才不要舍利 那另外一个人 我也不要舍利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和呢 你怎么就不跟我和呢 所以啊 这时候 不管是什么年纪 年轻也好 年老也好 他都有这种事 就是因为 我一定要排斥 那就各自 往 两边走 淹没了 我才不要去行什么说 我也不要去行什么和 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疑 甚至呢 我们看到 疑 这个小小 为什么今天来这么晚呢 你是不是跟谁 你干坏事去了 说 没有贪什么去了 好 那又开始疑了 那我们就 在这场生活中 很多很多时候 就会去疑别 疑别人的时候 才不要跟 所以啊 凡是我们想 行点什么好的 善的 不可能 你也吃不了 那我们常常说 微笑的脸 是吧 前天还说那个微笑的脸 讨论微笑的脸 好 就这个微笑的脸 咱要行 要迟 可是大家看 我们这个微笑的脸 您能迟多久 当然如果没人惹你的时候 可能会迟 那么一点下 如果有人惹了 您那微笑的脸 您那微笑的脸 还能迟 甚至有时候 我就不想迟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有的人 我不能给他笑脸 我要是给他笑脸 那就不是他 很难 因为我要一给他笑脸 真就不是他 他就开始骄傲啊 在那里 灯鼻子上脸啊 他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我要是不搭理他 我也不给他个笑脸 发现他就老实了 他真就老实了 所以咱们就总这样去对待自己家人 或者对待身边 你看你们家小孩 你要对他好点 他就是 不做作业了 玩去了 然后玩游戏去了 好嘛 也敢给你降嘴 你要是冲他严肃 不给他笑脸 然后呢 不答应 你看他就老实一些 是吧 他就不敢 在你店前闹 好像你成功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成功了 那不是成功啊 因为什么呢 他好像是听你话 他好像是不跟你闹了 但是在内心深处 他跟你之间有一个大大的红兜 而且我们那副冷脸 很可能还加宽了那个红兜 甚至让人家能够记我们一辈子 多少年他都不会忘 所以您说我们那一个笑脸 为什么行不下去 持不下去 就是我们 不相信法 不相信微笑的脸 带来的是自立理讨 我们坚定的认为 我们想的才是正确的 那就是疑 甚至还 还有理由说什么呢 理由多了去了 是不是 我总笑 我总笑不累啊 你们怎么不笑呢 有什么好笑的呢 等等等等 反正不想给别人笑脸 觉得难 他一定要找很多介绍 那你做错事了 我也要笑吗 总笑 他就欺负我 对 总笑 他就是好欺负的人 他一定会欺负我呀 这个就涉及到 我们看到那个电影 您看那个和尚 就被那个乞丐在那里嘲笑 在那里训斥 他还是那么老实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就认为他好欺负 的确 我们是有这种疑的 我们不信法 就认为常识 好欺负 还有那虚竹也是 虚竹那个小和尚 他也是啊 他每天在那里笑呵呵的 看谁都是笑呵呵的 这个也把他训一遍 那个也训他一下 您看那姥姥 不但训他 还要害人 但是他还是笑呵呵 你再看那梅兰独局 那四个丫鬟啊 根本就对他 就要和来要和去的 他也是很 很欢喜的 还在那里喊姐姐 但是人家 最终得到了 所有人的心 所有人都在维护他 人家是公主 那你看看我们那个邪剑 我们不好欺负是吧 好啊 人家不好欺负 人家笑也不愿意给 也不愿意施舍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得到什么 有哪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笑 崇拜我们 没有 好 有哪一个人因为我们对他严肃 不笑 就开始尊重我们 也没有 那已经可以验证出来 得到的完全跟自己要的相反 而且得到的还是苦 那为什么还要坚定的认为 自己想的那个是对的呢 那就是以不信 不信这个话 所以这块啊 这个事件保持个笑脸都难 就是我们对这个疑 不愿意兴持 就被淹没了啊 凡是善 那行不下去 也吃不下去 说话也是呀 温柔点 温柔点不是好欺负吗 照样又是疑对吧 所以我们就用不起来 那么 神态表情颜色动作也吃不了 四舍法六合镜也吃不了 都是 信法 带来的 疑的果报 想 行点善 别想 做不下去 哎 这就是斜头 什么也没得到 还坚定的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 所以行持就会淹没了啊 对 你想好就好不起来了 淹没在苦海里吧 笑的力量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不相信嘛 就一样就行持不下去啊 你看 即便是你们那边 闹疫情很严重 即便是你们半夜都分菜啊 那你们彼此之间都是微笑着去干这个活的时候 你们感受的都是温暖 而不是痛苦 你可以去试验的吗 其他人他没有这样做的 他就是加倍的痛苦 他不但抢到家里很多东西 他也是痛苦的 他跟你们去做这些好事的时候 完全 所以相信的和疑的 那结果是不同 他做不下去 好我们再看 那疑的果报还有什么 他就会形成定义 为什么疑会让我们形成定义 那我们曾经在优格赛戒经里面 学过那个液品之鱼 是吧 不是说我那个心里 疑来疑去的 还没定下来的时候 我不会形成定义 比如说杀生 杀生的时候 我在那里迟疑不定 我说杀呀 还是不杀呀 那这时候 我心里迟疑 没有决定是杀还是不杀 那这时候 我也能形成定义吗 所以这块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 这个研究清楚的时候 你一定会认为自己没形成定义 那你就在那里还是在用疑 迟疑不定的去杀 没果报吧 不会是定义吧 但是你要清楚 在米勒普萨索文经这个论里面 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疑心 你迟疑不定的去杀 你也会得这个杀罪 你也会得到 说为什么呢 告诉你原因 就是你在想 你虽然在那里迟疑 你想杀他的时候 为什么会形成杀验 因为呀 你舍掉了慈悲 你舍掉了众生 就这两大块 你都舍了 那舍掉之后 虽然说你那个心是在那里 犹疑不定的 是杀还是不杀 但是你的慈悲心已经没了 舍了 你把众生也给舍了 那已经形成定义 所以在这一块 希望大家 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您究竟要舍什么 如果说把这一块研究透了之后 才发现原来这个很容易 让我们形成定义 是的 就像这个 这个人大家很清楚 那他这块 他跟着那皇后 是吧 他是跟的是谁 是皇后 在那里疑人家 疑什么紫薇 疑那个小燕子 是吧 疑人家要搞什么 你看 他们就由一位疑 就去造业 虽然他们当时没有杀人家 不真扎 但是他也形成了那种定义 他恨不得把别人扎死 像这种 我们也都犯了 他就怀疑别人想干什么 怀疑别人 搞什么呢 还记得那段情景 是他们 他和皇后 好像 就形成了 他们根本就一点 慈悲性的 在他们心里 哪有什么慈悲的 当时就是要想要 慈悲的命 要那个小燕子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疑特别容易让我们形成定义 因为我怀疑你是妨碍我 我怀疑你会害我 我怀疑你会影响我 我怀疑你在破坏我的名声 或者我怀疑你在扯我后台 那我一定会造作人业 那么这时候为了维护自己 也会形成定义 好 这是很可怕的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 还不知道呢 就造成定义了 因为他不信这个法 那么在世间 我们还会遇到疑 疑的时候呢 会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要是在世间 想修的高一点 想有点功德的时候 不行 因为修来修去 修了十年了 功德在哪里呢 找不到 为什么呢 其乐怪 好 还有呢 世修呢 哎呀 修来修去 修了二十年 三十年甚至 可是呢 功德在哪里呢 那怎么找不到呢 其实呢 还是因为疑 他也会把我们这个功德给拉走了 那你要知道 这个疑这东西啊 就像这个反面的人物 你本来是修功德 往自己家里拉呢 往自己家里拉功德 结果 您看他在原地不动 甚至可能还会跑到这边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疑这个东西 他会相反的去拉你的功德 那你要是力大点呢 你可能会拉到你家一点 可是稍微你放松 稍微一松懈 哎 你家功德 你好不容易修来的 是吧 就给他拉 所以不管您修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不管多久 只要有这个疑在 您修多少功德 都会被他拉走 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疑呀 你想啊 遇到在世间 遇到很多事 我不知道这个事 为什么会发生 这就是疑呀 就像现在的病毒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下子全世界泛滥 疑 因为我不知道 那么这时候 由于这个疑 我们会造很多业 那就会被这个疑 把我们的功德给拉走 所以就面对一个病毒 也会被 把功德给拉走 被这个疑 甚至我们还会想 哎 这个 什么时候过去了 这个病毒 为什么 我觉得我 修的挺好的呀 为什么 我会招感到 这个时候呢 我不明白 那不明白的时候 很可能会 胡思乱想 那胡思乱想 跟这个疑 就挂钩了 又会被他 把你好不容易 修的积累了 一点点功德 又被拉走 哎 一旦疑的时候 他马上就给你拉过去啊 因为你马上就会造作 哎 因为这个疑 你不造作 他都要拉走 疑造作 他就更拉走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他一定会破坏 修行 就是我不修行 我在世间 他也会拉走 我们的功德 所以 想得点好是吗 没门 他一定会拉走 那还有更可怕的呀 什么可怕呢 因为有这个疑在 大家可以看 这三部经里面都有 有这个疑在的时候 你会不离生死 一直在生死中 而且还会堕不堕道 直接就下去了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人在一起 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看看 这两个人 好像新婚的样 可是 大家也说过 就这两个人 在一起 他也有疑 你们看一看 每一个家族 你们是不是 两个人之间 也有疑呢 只要有这个疑在 就一定会松手 那么一旦松手 下去 不管是谁 都会下去 下到哪里去了 痛苦的深淹 好 这一生过完之后 多如恶道 那永远在这里 你出不来的 我们都知道 在世间的时候 一个家庭 是我们觉得 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那么家庭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非常 重视自己的家 可是 在您这个家里 最最重要的 两个关键人物 就这两个人 再加上 上有老 下有小 对吧 可是 你们两个组成的 这个家 你好像说 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可是 因为疑 就会松手啊 他不会彼此 拉着手 不会彼此 拉着手啊 共同的把你这个家 经营的 非常完美 相反的 由于疑在 我好像 要拉 但是我一定 不松手 那我呢 也是为了面子 我还是 表面上跟你过得去吧 好像要跟你拉手 其实 我才不要拉 那么这个时候 指定会怎么样呢 要么家庭 破碎 分手 要么呢 大家也看过啊 有好多人 就把对方给害死了 你们也听说过了 对吧 因为这个 他就把对方给害死 现实中也有很多 有的堵死 有的把人家给推下 删去了 有的呢 拿刀就直接砍 为什么 他根本就不明白 对方在干什么 或者是 他这件事也没搞清楚 直接就去赏 像这样呢 你说他能否堕落恶道 那个电视里面 大家看到了 他夫妻两个 不也是那样的 你看那个男人 就被杀了 被杀之后 不就直接堕落恶道 在黑暗当中 他还恨你 永远出不来 那也是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是不是都有这个姨在 如果有这个姨在 您在世间混 怎么能幸福 没办法幸福 你害我 我害你 就因为一个姨 那大家都跟着痛苦吧 只能掉到恶道区 而且在世间混的时候 每一个人 几乎大部分都不信英国 他不信这个 他绝对不信 因为他一样 你说有阴牛国 我怀疑 我不信 那么像这样的人 也是指定 他也没办法 改变他的思维 也没办法 从因果这块入手 也没有办法 扭转他那个 肮脏的心 那个 那个姨也是毒蛇 对不对 他没办法 把毒蛇拿出来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他也改不了 我就要姨 因为我姨的是正确 我姨的是没毛病 我姨他 我才能发现 他有外遇了 或者是他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得把他推下去 你把他推下去 好像是他 你不承受吗 所以这些 统统是在世间 移的过高 不止把自己害了 和痛苦 而且就在这恶道里面 会怕 对方要是单独出去 那一定会移 移什么 你单独出去 回来这么晚 什么意思呀 要么就是你嫌弃 我不愿意跟我 多待一会儿 要么就是外面 有什么吸引你 大家在这里 随便一来就很多 好 那我们 对还坚定的认为 我的地球感是正确的 好 你就是正确的 又能怎样 还不是造恶意 我们郑叔说 缘分 这个疑会破坏缘分 当下无德无知 彼此在一起 互相有恩德 由于疑心 也不接受 是啊 本来他们两个是互相爱慕 当然互相也有恩德 因为彼此都照顾过 大大小小的恩德都会有 但是他一定要因疑 把别人推下去 绝对不接受 哦 子莲说 有一次一个女人 带着小孩单独 约老王一起吃自主餐 我就疑了下 啥关系呀 回来就问 好吗 那你没往他推下去 还好吗 哎呀 但是你要明白哦 由于这个疑在 你还是不离生死的哟 这块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咱以后不疑了 他爱跟谁约 就跟谁约 哪怕是 他们俩有啥关系 咱也不去疑 爱有没有 跟我无关 因为我一又疑 我不离生死了 我自己跳到恶道去了 不用你推 那你做错事 是你承受果报啊 跟我何干呢 是不是 我干嘛因为你做错事 我堕入生死 我盗区受苦了 嗯 为什么要因为你把我害了呢 我给你怎么办呢 我不但要自立 甚至我还要慈悲 还要把你们拉上来呢 对吧 哎 亏大法了 我们自在说 亏大法了 是的呀 那你说他做错了 我们干嘛跟着倒霉呢 哎 即便是他跟另外的女人 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用这个疑呀 你有关系 你喜欢他是吧 那好啊 我成全你啊 可以的呀 我不用你疑干什么呢 你承认就承认 不承认就算了吧 因为你做错了 我不需要跳到生死 把坑受苦去 你做错了 我也不需要跳到恶道去 受苦去 我干嘛惩罚我 又不是我做错了 我惩罚我干什么 既然你不喜欢我 我们在一起的话 也是痛苦 那就干脆我成全你嘛 那你给你快乐 是不是 给你快乐 那你去幸福嘛 那我也找我的幸福去 彼此解脱啊 多好啊 前段时间练习 果报来时 受就是了 任何问题出来时 就这么想不去分辨 就用这是我的果报 受就是了 不需要用贪嗔吃卖遗 也要记住啊 那用智慧可以 但是咱不能用这个烦恼 因为你用智慧的时候 你可能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但是一旦用遗的时候 那不可能好 也不可能更好 只能让自己下去 自己把自己跳拳崖去 你说这个多痛苦啊 真有那样的人啊 自杀去 因为怡他自杀去 那你就更亏了 别人做错了 你干嘛要自杀呢 又不是屡错 这块啊 很多 世间人苦呢 就因为这个怡苦到什么程度呢 杀别人杀自己 什么都 也够狠的 好 那还有什么呢 一定要解开这些贴的 这就是贴啊 我们再看十轮经合 钥匙经里面 曾经说过 也说过哈 就是这块 用遗的话 还是离不开这 比如说 在那个十轮经里面 为什么说 这个遗还会让我们 做到生死 做出恶道呢 在十轮经里面 记载的是 是什么呢 由于你遗在的时候 你这个身口意 一定会造业 对吧 刚才我们专业主也说了 一定会造业 那么造业的时候 就一定会做到生死和恶道主 比如说人家这个人 不管人家在电脑上看什么 那各位家长 也是犯了很多 比如说这是电脑 或者是手机 尤其这是手机的时候 各位家长 一定会犯 犯什么呢 就你在怀疑他 在这上面干什么 玩游戏呢 人家本来没玩 你也会疑 因为你总要想 他是不是又玩游戏 你看他抱着那个不放 那么大心理 一定玩游戏 那么这个疑在的时候 各位家长就会这样 家长就会指责他 不管人家玩没玩 就开始问 你是不是又玩游戏了 定义 对吧 造作了 那个就说 你肯定没干好事 是吧 他是指 你看他手指头 都在制作 因为疑造作了 前段时间练习 随起赞叹 那就好了呀 那就不疑了 因为疑 他是伸的 这个手指头 你随起赞叹是伸的拇指哦 现在你看那手指头 不是拇指哦 这就是家长很容易犯的 你怎么还不睡呀 你肯定没干好事 好吧 老师也指 老师说 你不做作业 你看什么呢 你把那心思都花费到其他地方去 你怎么才能提高成绩呢 好 这身边凡是有联系的人 就这手指就指出来了 那你一定会造作无量的定义 好 你一对了 你一对了他上网 在玩游戏呢 那么你也造业了 你也指他了 你也造作了 身口一印 那么你不离生死 坐入恶道 他照样不改 因为他反 你们一个个指我指我 我就不改 我就要玩 好吗 他也不改 他就跟你对着干 你呢 造一堆定义 不离生死 坐入恶道 您说 这不叫自害害 刚刚你又经历了这样一幕 你又伸这个手指头了 天 这你怎么想的呢 你一对了 你们也是一起苦 好 你一错了 人家没玩游戏 还在那里指责一下 那他就更烦你 而你呢 也苦啊 你看 我说他一次 他还给我对着干 还想跟我打 搞什么呢 你也更痛苦 对 这是 这是报电脑手机的时候 我们会指责 好 人家关上门 我们也会移 也会造作 让自己跳生死坑 跳恶道去 怎么移呢 关门干什么 马上就移一下 你有什么好事 还需要关门吗 好像人家关门 就不干好事 是吧 这个标签是怎么贴出来的 我记得十年前 十年前我们顾问就讲过 他说我的房间门 我就没关过 那时候我就 我就想不通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 你那房间门 为什么不关呢 他说 疑啊 有人疑啊 关门干什么 是不是偷偷睡觉呢 或者是不是偷偷 再跟谁说话 不知道我听到呢 等等 那那个门是不能关的 因为大家一定会给你贴交情 一定会运用这个疑 那么你要知道 你对你家小孩这样疑的时候 你都会造恶业 造一堆恶业 你要是对着顾问 对着善知识造这个疑 那你一定更是 不离生死做恶道 因为你对的是善知识 那你那个痛苦就更多 所以他为了 我们不起这个疑 为了让我们得好 他也不敢关门 所以自怜恼 人家关门 您就别贴标签 你疑对了也好 疑错了也好 都是自害 害怕 不是吗 这就是我们常犯的欧 那以后呢 咱想一想这个 人家为啥就不能关门了 你怎么就不解呢 关门开门 跟好事坏事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家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请问你家大门 你干嘛还要搞一个防盗门 你把那防盗门给卸了呗 你们一家人关上门 是不是也干坏事呢 防盗门也卸了 大门也卸了 直接就在那个楼上 把门全部都卸掉 要不然别人也会说 你看他家把门关得死死了 有什么关 别人也会疑你一下 那你为什么要关门呢 反正人家关门 你关门 都是关门 你怎么不疑自己 你疑别人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那你关门都是正确的 别人关门就是不干好事 我二脸上笑咪咪 好 对啊 那你以后千万别关门 一关门你就不干好事 那就惨了 那人人指责你 果报 完了 好 这是十论经里面说过 咱一定会造身口异业 再一个 要是经理也说过 如果你去疑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在无名长夜当中 你会失去大利乐 会堕住恶趣 流转无穷 这里面说的清清楚楚 如果你还不相信 去找 要是经理也都很熟了 是不是 那你能说 不但失去大的利益 大的安利 你就直接掉到恶道去了 流转无穷 所以各位 从现在开始 人家开门也好 关门也好 与我们的烦恼合干 我们干嘛要移 就是为了让自己 跳恶道去吗 想好 人家出门 或者是 待的时间长 或者待的时间短 你也不用移 干嘛要移 他爱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去移 我们自己跳过道去了 自己失去了大利益 大安利 紫玲说了 我怕老师明天又来告状啊 我也不想去说他 老师告状 那你就去解决老师告状的事 干嘛要移呢 那你现在人家还没告呢 你就提前移啊 你这个理由还挺伟大 人家还没告呢 那告的时候 你再问他 今天老师告状了 那你没有做完作业 或者怎么样 你就直接说那件事 那你干嘛跟开门关门 勾结起来呢 联系起来呢 这就奇怪了 你要知道 老师告状 那你去解决那件事 但是现在你的 你让自己不离生死 多了个道理 如果自己 见这点智慧没有的话 那自己害了自己 还挺有理的 那永远脱不开 这个移约果报 这块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犯这个疑 特别容易犯 那么犯了多少 我们自己都数不停 你说怎么离开生死 怎么离开个道理 你离不开呀 就为了自己得利 咱至少也要把这个移给扔了 我们青东也移是吧 拿个手机就开始移 甚至那手机 就没在人家手里都要移 人家说 那手机不在手里 怎么玩 你说这个移哪来的呢 这就是习气 一定会让自己 在那里面不出来 就害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认为是移 我们很多时候 还要找个借口 我还是有理由的 那你说我们这个移 这么严重的时候 那怎么能离开生死呢 还说自己修了好高了 哪里好高 就这个移 时时刻刻都在败 对啊 时时刻刻处处都在繁草中 就这移 我们再看 它还有什么错呢 还有什么果报呢 就是说 总移的时候 让我们就总生颠倒 因为这个移 它这个阴在 有这个移在 它一定会生成一个颠倒 这个果 就像这个 大家看这图也挺好玩的 什么图呢 你看 头像这个东西啊 咱们不知道它是六还是九 站在这边的人呢 它一定说是六 那站在这边的人呢 它一定说是九 那你说谁对谁错 那你告诉我 这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是永远没有办法说清楚的真相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站在这边 它就是六 你站在这边 它就是九 那怎么可能有一个真相呢 但是大家一定要纠结 他一定要问清楚 师父 您说到底是六还是九吗 师父说 老和尚说 都对 大徒弟说 不可能 明明是六 大徒弟说 不可能 明明是九 老和尚说 都对 那我就看不下去了 老和尚 您倒是有一个准则呀 你怎么获悉你呢 要么是六 要么是九 怎么可能都对呢 老和尚说 嗯 你也对 大家还记得吗 好 那我站在这块看 又不是六又不是九 这不叫是 不知道是个啥 就在这里趴着呢 在这里握着呢 是不是 对我看来 又不是六又不是九 那你说哪有准确答案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逼着老和尚说一个准确答案 你说到底谁对吧 那都对呀 但是我们大家 由于这个一再的时候啊 他一定要颠倒 你看 男人 站在男人的角度 这个man 大家看看 这个man就站在这个man这个角度看 他就是六 好 那女人呢 woman呢 站在女人的角度看 他就是九 于是呢 这两个人就总爱争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们两个立场不一样 所以就彼此是颠倒的啊 那么就总会争讨 那如果我们学会了 哎 你 学会站在他的角度看 哎呀 是六 那男人也学会站在女人角度看 哎 是九啊 那还吵什么 那就不吵了 不 我们一定要以 哼 我说是九 你偏说是六 你重新给我对着干 是吧 好吗 就由于不知 由于不解 不信 好 那就开始升颠倒了 那就打吧 就因为一个六和九开始打 那我曾经还看过啊 那么大家 看看那个弹幕上也是 弹幕上要是一演这个家庭生活呀 那就更难调了 我就发现 一演这个弹幕 因为我经历了家庭事业比较少嘛 所以我就要看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吵的 我就看到了啊 生活中的夫妻之间的这样 家夫妻比较 这个家庭的重担都在你们身上 是吧 好 我就看 好 每一个夫妻吵的时候 就是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吵 那人家吵 人家家里面对这个事吵 是吧 可是弹幕那是观众啊 那观众他也跟着吵 你知道吗 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屏幕上吵起来了 因为人家 吵什么呢 男人 就站在男人的角度 哼 这种女人 哪死都不会要他 就跟着这个男人吵 然后呢 女人发弹幕呢 就说 这种男人能要吗 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好嘛 人家这一个家里吵了没完 这弹幕里面那么多观众也跟着吵 各自都占各自的立场 男人占男人 女人占女人 你说谁家能够和睦呢 这就奇了怪了 谁都不会说 你站在他立场呢 或者站在他立场看 都对吗 是不是 没有哪一个说 他完全错 他也完全错 他不 人家都说了 身在庐山 身在山中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 不是庐山之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是吧 好 人家是现场吵了 人家不是庐山之面目 可是我发现 现在的观众 他不在庐山之面目 他也要颠倒 他也要跟着人家吵 人家说这干什么呢 奇奇怪了吗 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为什么跟着吵呢 因为人家一吵 他就想起来他家 所以他就借机 开始骂他家的事了 好 那女人也是 一看人家吵 就联想起他家的事了 好 就开始 以这件事 开始发现自己的痛苦 和自己的怨恨 所以各位看看 就因为别人 我们也要顺颠倒 人家说得造作 多少颠倒的业 没有一个 好像没有一个 我看单位就没有一个 他说两个人都对着 没有一个说 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看 他是不一样的 没有 这奇怪了 那在座的各位 您都学佛法的 您的觉悟都很高 您觉得呢 那是六还是九啊 那如果您在家里 遇到了一件事情 您到底 执着是六还是执着九呢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在家的时候啊 那你说都对 好 那么小孩的立场 和大人的立场 又不一样 那你们到底 占大人的立场 还是占小孩的立场 这件事 那大家是每天要面对的 对吧 那如果这件事小孩 这边是你 那个父母 那你怎么对待他 他一定要说六 那你怎么对待这件事呢 我看心情啊 你要看心情 你要心情不好 继续造业是吧 不重要 家人开心最重要 还有吗 那各位 你们每天面对 你怎么做呢 两个人都在场 就一起换位思考 就没问题 但是我们大人 很不讲理啊 很少有时候站在小孩 立场去看的呀 在座的各位父母们 你们谁站在人家 小孩立场去看过呀 没有 大人很不讲理啊 你懒得去站在他立场 去看的啊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站在他的角度 去看一看 能够对他 微笑一下 不要总用这个仪 总用这个仪 那就是这样 你永远扯不清 这件事到底谁对谁错 今天跟先生讨论了 一个换位思考 他进上少有的不支声 好吗 你把人家给打下去了 是吧 小琪 恭喜你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不支声 他内心 很可能 也会不太开心哦 那咱怎么办呢 咱得让他开心啊 慈和悲是什么 就是给他快乐 咱不能把他给打下 记住哦 因为一旦你把他打下的时候 你们两个是敌人 敌人 敌对关系 咱总给他快乐的时候呢 那就是朋友关系 千万记住 那你要把对方当敌人一样 你把他打下了 他依然是敌人 但永远要快乐的钱 好 少替对方思考 那就是我们很容易生的颠倒 因为 我对游戏不感冒 无法站在他立场上 想玩游戏的问题 那你不感兴趣的事多了 那人家也有不感兴趣的事 那马斯克 人家就是玩游戏 玩成了世界第一富 那你不感兴趣 人家也重复了 怎么办 你不感兴趣的都是错的吗 清灯啊 你想一想 玩家说这是挤啊 又像六又像九 对啊 挤都对 好的 小朋友来花园看花 很多志愿父母会蹲下 从视频线的看花 所以孩子就很高兴 哎 是的 即便是你有时候蹲下来 他也会开心 那么你站在他角度的时候 他就更开心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咱们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用这个移 你不要再移 它是六还是九 不用移 咱不用这个移 因为它会生颠倒心 好 下一次 我们再会 感恩高原 请不吝点赞